回應 明治臨住的豪宅 百達富利僅500公尺 還是新電溪海警第一排 當地興建案 每瓶飆一百五十萬元 當地居民透露 陸續由老住戶 遭華南銀行提告 被迫拆屋搬離 就是說拆屋反地啦 有些阿姨啊 他根本就沒有收入了 他硬要人家要求 賠了一百多萬 他說什麼 追繳租金啦 他們說是他們的地啦 這樣一個一個的告嘛 但大銀行告小宮廟 卻沒這麼順利 因為銀橋順田宮 不是自然人或法人 但廟方是未立案的宗教場所 屈公所記載的負責人 里長陳文植表示已經卸任 而從卸任的劉姓主委 民政局記載的林姓負責人 到廟裡收支名系上 蓋章的陳姓男子 都不足以證明 卻實為廟方代表人 北院裁定 華南銀行若未在期限內 不見證明 將駁回其訴 原則上只要華南銀行 他們可以找出任何方法 可以證明任何一個人 對這間廟宇是有決定權的人 就這個訴訟可以進入實體 在盛著的 對此華南銀行表示 因廟方長期無權佔用銀行土地 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目前已進入司法程序 暫不回應 但對華南銀行而言 還是得搞清楚 銀橋順田宮的代表人是誰 想要廟方拆屋還地 總不能最後去告神明 告今天上帝 我沒有人知道他要告誰 3D新聞何孟哲 陳玉璇